老鼠的問題 因為好像有消息說他就是其中 就是兩隻 一個是Alpha病毒 一個是Gamma病毒 那可是這位個案他感染是Delta 我們現在是不是 目前已將初步的情況來說 這個就是從 動物感染的一個風險是不是可以已經 已經可以排除了 Alpha Gamma 這連我們都不知道 你看 老鼠一直抓來看 現在還沒有調查到 老鼠 現在先調查人 那動物到底會不會把這個新冠病毒傳染給人 雖然說有很少數的案例 大家 大家都認為不是主要的傳染途徑 科學上 其實動物傳人新冠病毒的這個可能性 一直都存在 而且從去年報告有這個水雕傳人 的歐洲案例也證實說 他是有存在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也會實際發生 但是就整體 的全球流行來說 動物傳染仍然屬於一個 少見的傳染途徑 也不是我們去年以來 造成全球流行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想 動物傳染這個事情在我們這個調查 當中 我們還是會 把它列入一個可能的來源質疑 當然就環境 的部分 我們也會再做 採檢跟相關的調查來瞭解 根據瞭解說 這名個案 他是在做實驗的過程 有被老鼠咬兩次 那大家是很好奇說 這兩次咬他的老鼠分別是什麼變種株的 實驗署 實驗的時候 好像有這樣的一個報告裡面 有提到 他致數有這樣的一個 被咬到的經驗 那記得在我所瞭解 是好像做完第一次 他自己有做了一個 快篩 那是陰性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就沒有再提高警覺 在做快篩 那直到有 第一次到11月26號有症狀 12月3號症狀加劇 12月8號 有未嗅覺的喪失 那才進到醫院去做相關的採檢 所以說 在這裡面 就是說做實驗裡面 他當然有 任何的一個情況 在批生實驗室都應該有一個報告的程序 然後第二個 他健康上面有一些相關的問題 那在健康偵測上面 也應該要讓這個實驗室 或者院方來做相關的瞭解 那至於這裡面是不是有一些疏漏 那還是我們要看 調查的報告的結果 那目前的情況看到了 這樣 可是裡面到底有怎麼曲折 那我相信 要做調查報告 把它弄清楚是比較好 這個老鼠的問題 因為好像有消息說他就是其中 就是兩隻 一個是Alpha病毒 一個是Gamma病毒 那可是這位個案他感染是Delta 我們現在 是不是目前已將初步的情況來說 這個就是從動物感染的一個風險 是不是可以已經 已經可以排除了 Alpha Gamma 這連我們都不知道 老鼠 一直抓來看 現在還沒進行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初步還是要判斷說 這個病毒株跟實驗室裡面 相關的病毒株 是不是有所相符了 要先把這個事情先完成 至於哪一隻老鼠 他抓到了哪一隻 被哪一隻咬到 恐怕這都還要在調查裡面才能夠更清楚 那現在不方便多做預測 現在還沒有調查到老鼠 現在先調查人